早晨指望港股後始,中國人民銀行已經連續兩個交易日,通過逆回購將資金注入金融系統,去舒緩投資者對貨幣政策收緊步伐的擔憂。不過,星期一中國A股市場成交額低於一萬億元人民幣,而且港股的成交額也有所下跌,反映市場買盤的動力不算太強,恆指的初步阻力位會在10天平均時,大約在29356左右。 投資者關注的焦點都會放在未來幾天公佈的幾間中資股業績,其中包括阿里、平保以及中心。港股通星期一的淨買入反彈到167億元,其中騰訊和美團維持明顯淨買入,股價反彈到10天平均線之上,但這兩間星期一的成交額也下跌了,而中海油來自港股通的淨買入也比較強勁,再加上油價, 以及多數大宗商品的價格表現良好,中海油短期也相信會有短期買盤。 而今日的個股推介會說回華潤萬象1209。華潤萬象是國內少有的商業管理以及物業管理龍頭,在國內高端商場管理排名第一,物業管理市場排名前五。公司受惠於武企華潤置地的確定支持,有內生外嫌的雙向發展, 而目前管理商場達51個,簽約代開業商場達45個,合計面積約410萬平方米。 而住宅物館方面,未來兩年預期由武企增加的在管面積是介乎1000萬至1200萬平方米。 而公司去年12月上市的集資所得會有助它的拼購活動,為在管面積提供一個上行的空間。 而潛在的股價趨發劑將會來自三月有機會納入港股通名單。因此我們給的目標價是52元,指示價是38元。 謝謝。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。 第數海基證券集團有關牌照詳情請參與以下連結。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股份發學人的財務權益。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,指供參考及內部使用。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。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。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,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要約或要約招來或懇求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。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, 概不負責。 可以進入了解釋詞射文言和解除自規規模。 有關一條證券, 有關於設定的資料而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